是中国5000年的社会文化精粹 是迈向成功的必修课程 曾世强教授的人性管理 每晚11点与您相约 山东教育电视台明家论坛 各位好 欢迎您收看中国教育电视 山东台的明家论坛节目 今天我们的嘉宾 依然是来自台湾的曾世强教授 外源那方是我们中国人 非常注重的一个做人的原则 曾教授把这种原则 引入到了管理学这个领域 我想今天我们就请曾教授讲一下 在管理学当中 这个内方外源是怎么样来应用的 一家公司 他一定有他的企业文化 否则他没有共识 所以这个方在企业里面 就叫企业文化 一个领导 他一定要套原则 不然人家怎么猜猜不着 最后会很乱 所以方对一个领导来讲 就是他有几个基本不能改变的原则 那对个人来讲更是如此 但是我们要听一听空子的话 三十而立 一个人不到三十岁 你不要有原则 因为你那原则很多是错误的 所以今天小孩子就有原则 我是觉得很可怕 因为他没有判断力 他学的还不够 那么快拿到一样东西 就把它当成原则 就太可怕了 孔子当年的寿命 都没有我们现在长 他都告诉大家 三十岁 你才可以把你的原则 确定下来 但是还不够 你要去磨练 去尝试 四十岁 你才可以不获 四十不获就是说 我三十岁定下的一些原则 我经过十年的试验 我觉得很有把握的 那从此我不改变 四十不获 三十只是利而已 说一个人不能太早有原则 但是不能够太晚没有原则 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什么叫原则 就是我一些方针 我一些准则 我不会变 我们今天整个社会 就是失掉那个原则 整个西方 它就是没有原则 什么叫多元化 就是没有原则 说这样也对 那样也对 你社会要一个主流文化 社会要一个公约 就是说你在美国这样是可以的 你在大陆这样就是不可以 那没有什么对错 就什么对错 在美国你用刀叉吃饭 在中国你用筷子吃饭 没有好坏没有对错 各取所需 可是你在中国 你就坚持要用刀叉吃饭 那人家就跟你格格不入 你到美国你监察要用筷子吃饭 你就吃不到东西 因为他根本连筷子都没有 所以我是常常有很多想法 就是说我们现在把民族性分好坏 这是莫名其妙的事情 民族性没有好坏 它是不同的民族 适应它不同的生态环境 所产生的一种生活方式 没有好坏 也不必学 也不必改 你看现在一学时髦 就要用倒茶 那不小心把手都割掉了 鱼还没有吃到 各取所需 不要盲目学别人 就是说这个原则应该是 各个地方在不同的条件下 有各自不同的原则 对 我们会有些基本原则 我们会讲出来 但是也是给大家做参考而已 因为基本上每一个人要替自己负责 我什么原则 那个得失结果都我要负责 我就坚持说实在话 我就是有话就说 可以 但是所有后果你都要去承担 你都要去承担 这种人都不然死得很惨 死得很惨 那我的原则要骗人 那死得更惨 我希望各位从这条人去了解 那中国人呢 他不可能是外方类缘 他不可能 因为这样你这个缘就没有功效了 你缘完全没有功效 而且你的方被人家看出来 孔子讲的话 君子可欺以其方 为什么这些君子老赐亏老上当 就是你太方正了 人家很容易利用你 你看年轻人他认为他很有正义感 结果都是被利用的 他通通被利用 好 我们现在要了解到 一个人有什么原则 最好不要让别人看清楚 最好不要 这也是我们跟西方不一样的地方 西方是我了解你了解我 不是中国人 中国人我了解你 但是我有些地方不让你了解 我才会被你控制 尤其是领导跟部署 领导如果通通被部署了解的话 他就反而掌控 他就帮你架空 然后帮你在那放来放去 然后他在实际操作 你就完了 你就通通完了 要记住 中国人可以说太厉害 你没有办法让他完全了解你 所以我们一中有几分保留 那做干部的人 也要有几分保留 我不能完全了解我的领导 那对我非常不利 明明我完全了解他 我也要有一部分保留 我状都不知道 你看历史上最了解唐明皇的人 就是高律师 高律师把唐明皇富士的富不富贴贴 唐明皇喜不喜欢 不喜欢 有一天 唐明皇就跟高律师讲 我的所有事情你都知道 所有事情都是你安排 我通通听你的 我算皇帝吗 你是皇帝啦 我都知道你摆布 老板不喜欢完全了解他的干部 但是更不喜欢不了解他的干部 我希望各位慢慢去听 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讲中庸之道 就是这个道理 你不了解他 他跟你距离很远 但是我们两个没有默契 你完全了解他 他怕你 因为他怕你反掌控 最后他是一个样子 他完全被你剥剥光 因此呢 我们会走一条叫做 内方外源的路 我们基本上 我们那个方形 是放在我们的肚子里面 我们自己清楚 可是外面所表现出来的 他是个圆 他是个圆 所以你看 一个中国人 他什么都好 无所谓 这样也可以 那也可以 那是他的圆 不是他的真实 我曾经看过很多 修养很好非常成功的人 你跟他一起吃饭 其实他是吃纯素的 可是吃了一餐饭下来 没有人知道他吃纯素 他什么都没有吃 可是没有人发现 他照动筷子 照夹东西 照姜啊 亲爱的大家 他一口都没吃 我坐在他旁边 我发现 那我就问他 你吃素呢 他说其实也没有 其实也没有 就是这样 你不会看吗 你还用问吗 你要教我怎么讲呢 所以我马上偷偷地叫厨房 给他准备素面 然后端来他说 你太客气了 用不着了 我这样吃得很饱 大家都非常有面子 这叫做圆通 现在不是 现在一到人家家里面 去做客 第一句话 大嫂啊 我是吃纯素的 你锅不能跟我沾油 大嫂说好 你拦得来 你是我的客人 我把锅洗得很干净 所以他一想 锅很干净 不能放油 那怎么炒呢 我知道了 用拖椰来炒 最后你一定倒霉 你没有权利 要求人家 要权利配合你 没有权利 你有什么权利 你不是天望老子 你要吃素 你到外面去吃 你干嘛正叫我麻烦 所以很多人 他不了解 他不了解 一个吃素的人 是他个人的事情 你没有理由 去强制别人 要配合你 没有理由 可是如果他不说的话 碰到了他的主人 又不像你这么敏感 他不是自己很吃亏吗 就吃不饱吗 没有关系 那就吃一吃亏 主人吃后会很累疚 会给他很大的补偿 中文为什么说 吃亏就是占便宜 就是说我这次吃亏就吃亏吗 你看现在有人说 吃亏是一翻眼瞪眼的事情 吃亏就吃亏 吃亏就占便宜了 很多人想这种话 那种人是思想没有深度的人 我是巴不得有机会吃亏 你看我这次我什么都没吃 他没有感觉出来 一段时间南高山说 某人是吃素的 哎呀 糟糕 那天到我这什么都没吃 他欠我很多 然后他就想办法弥补我 我还在想说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不要 我就得到更多 中文会烂的人 永远是占便宜的 会争的人 永远争到一个很小很小的 那这个原则也非常适用于员工和老板 老板和员工之间的关系 你看员工太会争的 老板不会给他打 这样各位才知道 公司只要出一个缺 我们不会去争取 我们不会 聪明人不会争取 我们会鼓动别人去争取 该你的啦 你熬那么久 当然是你 他一去 咔 没有了 再叫别人 你啦 去的都死掉 一定是我 聪明的人 他会叫别人去争 他不会自己去争 中国人从小就懂这一套 西方人很奇怪 爸爸回来了 儿子呢 就去迎接爸爸 中国哪里会 中国的儿子都聪明 一听说爸爸回来了 他会把头伸出去看看 一看不对 赶快又进来 他就不那么傻瓜 那如果有弟弟呢 有什么话要跟爸爸讲 一定叫弟弟去讲 弟弟 去跟爸爸讲 然后弟弟还打 中文都懂嘛 哪个不懂 这个不是鬼鬼祟祟 这个不是阴谋 狡诈都不是 我们有我们一套方法 一个人原则要很坚定 但是千万记住 这个原则要经过考验 不能随便 那个五六岁十几岁人 他有什么原则 一个人读到高中 你有什么能力 树立你的原则 你根本没有能力 连孔子都讲 三十岁的时候 你大概摸索那么久了 你大概知道 我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然后再四个十年 我就不过了 如果到四十岁 还摇摆不定的话 那就糟糕了 然后五十你才可以指天命 他慢慢慢慢一步一步过去 那如果一个人 总是不把自己的原则 显露出来 别人会不会觉得 这个人有点 投机取巧 或者有点 做一个中国人 心里也有准备 不管你怎么行得正 背后都有人批评你 不在乎 我讲一句话 大家都说你好 你不一定好 大家都说你坏 你一定坏 问题在这里 我们做一个人 要让坏人说我们坏 但是要让好人说我们好 如果好人坏人都说我们好 我们糟糕 真糟糕 那就是我们完全没有原则 才会这样 坏人一定说你坏 但是好人要说你好 那这个 这又存在一个尺度的问题了 就是我中间的这个方 和我外面的这个圆 怎么去结合 我又要掌握原则 又要善于变通 在什么时候掌握原则 在什么时候去变通 你这个问到真正的关键 你看这个圆跟这个方 有好几种状况 一种呢 它是距离很大 一种呢 它是距离很小 还有一种 圆根本就是偏到旁边 对不对 那这个人就叫做什么 叫做毫无原则 你有原则 但是你没有根据你的原则 这个我们有一句话 四个字 叫做离经叛道 我觉得中国这个典故 是非常好的 方形叫做经 就是经常性的经 原形叫做权 就是权变的意思 中国人有经有权 有所变有所不变 那讲到这里 我们现在又是碰到一个很大的麻烦 尤其企业界 受西方的影响 都说变是唯一的道路 你不变就要死亡 我也完全不相信这种话 那讲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懂得变的名字 最懂的 我要提醒各位 变有百分之八十是错误的 是不好的 人生不如一事 时长八九 我们不可能不变 一变就完蛋 你看啊 人越变越老 没有例外 事情越变越糟 东西越久 越坏 没有例外 我这句话各位一定放在脑海里面 因为西方的到现在始终不懂这句话 时间往坏的方向去流动 时间它不是往好的方向去流动 它不是 我是搞哲学的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人是越来越老 如果时间往好的方向 时间一秒一秒过去 人就越来越好 你就躺在床上就好了 越躺越年轻 越躺越有力气 一直躺啊 躺三个月什么都完了 所以人做的事情 就是要让它这个变坏 也不要变坏 让它往好的方向去变 这是人力所为的东西 对 所以为什么要走逆其道而行之 不能顺 但也不能不顺 你看这种话我们几次都摇摆不定 对不对 一个人 你如果一切听其自然 你就找到 你如果一切顺其自然 好不好 各位好好去想 什么叫听其自然 什么叫顺其自然 什么叫做变 什么叫做不变 这是很大很大的学问 整本《易经》都在讲变化的道理 西方人到现在 西方人到现在搞不懂 然后他就提出来 全变理论 contingency of theory theory of contingency 他这样倒过来倒过去跟你讲 对不对 有什么用 没有用 我相信在座很多都看过全变理论 哇 氛围经典 你看创新80%是泡汤 可是不创新它是死路一条 对不对 这又怎么办 经营企业的人老是讲 你说创新就行了 我就不相信 你说这个领带就好了 你能怎么变 变变变变 变得像杜兜一样 不像话 瘦瘦瘦瘦的像一根绳子一样 好像又上吊一样 也不像话 短短短短短的结底 不见了 长长长长到就裤子去 他只能这样变吗 还能怎么变呢 你有可以变的空间是很小的 有什么小的 我创新 那都是鬼话连篇 你要读读老子的道理 不可不变 不可乱变 总而永远摇摆不定 你不可不变 你不可乱变 所以研究发展要变在20%里面 千万不能变在那80%里面 你看创新80%都是泡汤的 只有20%是成功的 我只觉得我们现在学西方管理当然很重要 但是西方人他脑筋是有极限的 他们有我们脑子中聪明 不可不变 千万记住不可乱变 所以就站在不变不变的立场来变 千万不要站在变的立场来不变 你做不到嘛 你一开始要变 你就不可能不变 你一天都乱变 有一个电梯 我问你电梯一定有按钮啊 对不对 电梯的按钮应该装在什么地方 这叫金 这是不变的原则 就是变到大家都看得到的地方 我们进电梯不可能面向外面就被 那又不是打呢 又不是那个打磨面壁 所以我们一进电梯都放过来 因此那按钮一定在前面 现在我们有一家 它的按钮在旁边 有一次我进到那个电梯以后 所有人都知道打按钮找不到 为什么一个大哥就站在那里 就遮住了 整个遮住了 所有人都知道这个电梯没有按钮啊 那个电梯算什么电梯 乱变 完全乱变 我可以举出太多这种产业界乱变的东西 老板上当 你那种产品迟早被淘汰 它有不可变的部分 绝对有不可变的部分 你看鞋子 要把尖头的 要么平头的 要么源头 你还能变什么 你说我搞个无头 搞个没头 你试试看 看谁穿 你很难的变什么东西 不要骗人家 千万记住 有今才可以变 所以我觉得这四个字 大家一定要牢牢的记在脑海里面 那是中国人最了不起的一个 经营智慧 中国人所有事情出这四个字 叫做持经答辩 如果不懂得持经答辩 我看这个人不要当领导 真的不要当领导 也不能不变不变 也不能 那么对于一个执掌企业的人来说 或者说我们做人也是一样 他怎么去掌握哪些东西我要变 哪些东西我不能变 很好 很好 譬如说我要变一件事情 我先想不变好不好 譬如说我们这里有个话 我先说这个话 放在这里好不好 大家都说好 那我想要变 大家都说不好 我才在动脑筋 怎么去调动 对不对 我不能为了要变而变 这是第一个观念 不可以为了变而变 不可以 先想不变好不好 不变好你就不要变 不变不好 再来想怎么变 就对了嘛 现在不是求心求变 求心求变 变到最后 人类很惨 真的很惨 有的时候如果不变的话 可能会有人觉得你没有做事啊 那你管他呢 这就是为了 標榜自己 犧牲公家的利益 为了我做事 这不对的 天下本无事 幽刑自佔自� 有没有 我们脑子讲得最清楚 一条鱼 放在哪里 就放在哪里 你急什么 该放的时候才翻嘛 没有啊 翻啊 翻啊 翻到鱼都烂掉了 人家会煎鱼的人放下去 翻两次他就少了 也不会煎鱼 翻到最后鱼都烂掉了 这老子已经都讲得很清楚 自大国如蓬小仙 本来没有什么事 就是有些老板一过车又做 我常常跟很多老板讲 我说你不在公司 人家做得好好的 你一回来天下大乱 所以你回去看看 你的工作执掌第一条 就是弄得干部无法做事 就叫老板 你不在公司 人家做得好好的 你一回来天下大乱 这就是所谓无为而至 无为而至 但是无为它是无不为的 无为不是什么都没有做 绝不是没有 我只是建议大家对中国人的事情 要四个字 深一层去想 不要从字面上去了解 刚才我们讲了 有些东西是不能变的 那还有20%要变的部分 这个应该怎么去变 很简单 我们看两个东西 一个时 一个位 西方人叫做时间空间 我们叫做时跟位 我们时位的变化 比他们时间空间要复杂得多 时位一变 你就要变 时位不变 你就不能变 我今天很坦白讲了 一家公司 你就要把老总换掉 这家公司开始在变 法令规章没有变 人员干部没有变 产品没有变 什么都没有变 只要换一个人就够了 总经理变了 他就开始变 中国很厉害 他会变得好像没有变一样 就他一个人 他就把你所有的变 但是他嘴巴讲我没有变 我都是消贵潮水 我一切遵照以前的制度 整个变过关 西方人做不到这点 那他这个变 可能也是要 依据一定的条件来变 比如说根据 他的身份高 他的身份高 他就变 他身份不够 想变也变不了 但是我想这个 不管是谁 他在变的时候 可能都要去做一些判断 根据哪些条件 比如说人的变化 时间的变化 一些客观条件 然后来制定自己变的策略 内外环境都在变 我们一方面看到 内部的环境 一方面还看到外部的环境 大概四个东西是最要紧的 一个是市场的变化 它最要紧的 市场远远是模糊不清楚 要不然怎么那么难 如果市场被你看清楚 那你很容易 第二个 最可怕的 什么时候后面追兵要上来 你不知道 那个追兵永远不告诉你 我要来了 没有 他就出来 竞争对手 你就完了 现有的竞争对手 你都不可怕 因为你都清楚 是那个 突然间出来的 那个采力害 为什么现有人 通通一下子被打垮了 就是他始终不让你知道 他就出来 他让你知道 你会把他打压下去 那种看不见的敌人是最可怕的 看得见的敌人 不可怕也不可怕 对不对 还有 不同行业人会把你整个打垮 以前只是同业竞争 现在不同行业 会把你整个打垮 但是以前不会 内部也是一样 人的变动 材料的工序问题 只要来料一断 你就完 你就完 所以平常菜会 给人家杀价的时候 市场一发生变化 你第一个来料断掉 自己倒门 这种变化才是 当领导人要注意 这一切都靠人 所以我们为什么 拿人做重心 千万记住 你只能变在那20%的范围 你不要变在80%的范围 所以基本上 我们是不变的成分多 变的成分其实傻 现在过分强调变 从小 将来这些小孩 都会很倒霉 因为你管不住他 因为现在大人管不住小孩 他就整天天里面要变 他就开始变 变到为非作代 不能变就是不能变 因为人变的部分毕竟是很有限的 然后这样一切都是很主观的 你说通通变了 他就通通变了 你说没有变 他就没有变 看你什么看法 有什么变 我不晓得有什么变 你跟现在还是吃和玩弱 以前还是吃和玩弱 未来人类还是吃和玩弱 有什么变 我不晓得有什么变 对不对 你说北方人吃到连米 连那个麦都不吃的通通吃米呢 那还是在吃 那只是米跟麦不一样而已 什么了不起 所以老实讲 你看他变 他就通通都变了 你看他不变 他从来没有变 这就是说变和不变 是相对 现在你看我们整个的这个市场 都是被我们人心搞坏的 你看我们现在过量生产 过量消费 最后死路一条 当你变到 所有那种消费者的刺激 被你碰碰激发出来的时候 你死路一条 这个不好 那个不要 这不行 你完了 你逼死自己 假定大家都慢一点 他也不敢要求太多 你要求太多 你就没有 是企业界自己把自己逼死的 因为搞到最后 忙得要死 为谁忙 不想为谁忙 折磨自己 必须在判断非常准确的时候 才能去做变化 那准确不准确的 都是事后之明 他就是运气好人 他就是命中 那我们先讲这个 外缘内方 持经答辩 有的部分是要 一定要坚守的 有的地方是 可以进行一些调整的 但是不管怎么变的 可能有一些做事情的 基本原则是不能变的 在下期节目当中 我们就讲一讲 有哪些原则 我们是必须要永远坚守 不能够去改变的 好 感谢您收看 我们今天的明家论坛节目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内容提要 方式方针准则 也就是不变的原则 原式随机应变的变通 就是变得合理 只能够随机应变 绝对不能投机取巧 原则和变通 要有切点 否则就是乱变 不可不变 也不能乱变 要变得合理 合理的因人 事 地 物 适当变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